哇 這個問題很敏感 其實我自己的中心思想來說的話 我覺得就是有罪受法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以偏向 如果有需要的話要執行 他們要執行執行嗎 為什麼 犯了殺人罪的人 別人的生命也應該要最遵受 沒錯 我知道大法官最近說 一定要遵從民意嗎 如果不遵從民意的話 那蔡英文跟賴清德當選性就不存在 因為這是民主國家 那竟然死刑也是 也是那個所謂的民意的遺歸 那本來就應該要執行執行 我覺得現在這個大法官 他們自己的邏輯都有問題了 通通換掉出來 貝斯不是普世價值啦 那台灣主流民意 還是偏向執行執行 那執行執行 我覺得可以有效的嚇阻 一些犯罪的發生 我認為是最嚴重的懲罰 就讓他們一直關著 才是有真正學到教訓 但是就是不能有配套 就是例如郭彥甲氏 也不能特赦 對 嗨 歡迎收看各位 我是阿主播李沛軒 最近死刑的存費 又被大家搬上來討論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死刑 到底有沒有違憲 這個事情有個激烈的言辭辯論 而這場所謂的廢死辯論呢 吸引了好多人上線觀看 但死刑的存費議題 其實尤其是不希望廢除死刑的人 長期以來在各項民調裡面 都是居於在七成以上 甚至很長期待在八成以上 這樣的高比例 但實際上到底我們在街坊的聲音 能不能聽到 對於死刑的執行 與否有強烈的反應呢 就讓我們聽聽看吧 Let's go 哇 這個問題很敏感 你是傾向覺得該執行還是該廢除 其實我自己的中心思想來說的話 我覺得就是有罪受法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以偏向 如果有需要的話要執行這件事情 因為我本身是屬於人性本惡論的 所以我是覺得人是需要被約束的 對那可能有的時候 難免都會有僥倖的心態 那可能真的要有一些比較嚴厲的 懲罰或是執行 會去約束到某一些 能夠被管控的人 對對對 但極端值的話 我覺得那這個就沒有辦法 亂世用重點的概念 我覺得是 他們要執行執行 為什麼 犯了殺人罪的人 別人的生命也應該要去遵從 沒錯 沒有這些死刑去執行的話 老實說很多人就事無疾難 就覺得假事 然後說再一個特色 人就可以放出來了 我覺得這是全民共識啊 我知道大法官最近說 一定要遵從民意嗎 不遵從民意 那幹嘛選蔡英文出來 如果不遵從民意的話 那蔡英文跟賴清德當選性就不存在 因為這是民主國家 大家是因為民主 所以選了蔡英文 選了賴清德出來 那竟然死刑也是 也是那個所謂的民意的遺歸 那本來就應該要執行死刑 我覺得現在這個大法官 他們自己的邏輯都有問題了 通通換掉算了 哪個時候的行政院長的治安最好 喔 誰 那個時候大家會怕 以我現在過了50 我在看那個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最好的 我自己是廢數死刑 可是這樣是我們在養耶 因為我們是納稅人 我認為 是最嚴重的懲罰 讓他們一直關著才是 就是有真正學到教訓 但是就是不能有配套 就是例如不會假釋 也不能測試 對 應該執行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 那些作惡的人 如果不執行死刑 他們很多都是 那個性質就是改不掉 他會一直有那個衝動之類的 犯罪力會降低 因為這樣就很遏止一些人 防犯那些殺人的衝動 你說執行死刑可以降低犯罪力 對可以降低 那如果廢除的話 廢除的話 也有些人認為 我看你不順眼 然後把你殺人 這樣也沒關係 因為就只是 要去關 然後表現好一點 可能還會提早放出了 這些團體就是說 凡死 有一些團體贊成死 永遠在那邊糾格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 看看就好 所以不認為 這次討論會有結局 這都沒有必要討論 因為你怎麼討論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每個人都要當好人 你看世界各國 那些死刑犯抓去關 還不是照吃照穿 那你說說看 世界各國哪一個偉大的 領袖能夠處理這個事情 沒有一個嘛 執行執行 怎麼說 因為做錯了要自己承擔啊 很過分的 就應該得到處罰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執行執行 為什麼 因為 那對於某些人員的行為 還是有約束力的 怎樣的配套可以讓你覺得 恩 我覺得 除非是我們看到 整個犯罪的狀況 是有效的做更好的管理 或者我覺得還是維持 我覺得應該執行死刑 BASE不是普世價值啊 那台灣主流民意 還是偏向執行死刑 那執行死刑 我覺得可以有效的嚇阻 一些犯罪的發生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啊 任何的民調 只要講問到這一題 大部分七八成以上 都還是希望執行死刑 可是我們的大法官居然說 難道這些議題上 我們一定要服從多數的名義嗎 當然啊不然耶 不然選總統要幹嘛 那總統選出來 也要符合多數的名義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不用選舉啊 那民主的社會在哪裡 對啊我覺得很不合理啊 執行吧 怎麼說 死刑就是他做什麼事情 他負責就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執行 或者吃飯吃的話 好像在吃白飯 就不用工作 然後就 國家在養他們的感覺 對於做事情的理論上 可以說服我 哦 怎麼說 那簡單的事情就是 死刑有法根據犯罪 死刑是一個單純報復性 因為既然台灣還是有死刑 可是沒法根據犯罪 理論上可以說服 但是就情感面上 當然假設 要先比起 我是自己的家人 受到這樣的一個傷害 我當然支持 如果我們真的走向Face 你認為台灣的民眾 會有一番輿論的反應 當然 因為基本上就是 因為可能跟我們 組裝信仰有關嘛 就是輪迴 善有三包二有二包 嗯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理論層面上 會讓我們更加深信說 比重審命的得勝 會甚至影響到選票嗎 會啊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一個情感上的投射嘛 尤其你選舉的時候 把這攻防拿出來 打這攻防 一定是會影響到 我不敢講多啦 但是5%到10%一定會有 我自己還在迷惘中 怎麼說 因為就是我有看蠻多 支持Face服死刑的 一些朋友PO的文章 然後就是 感覺他們貼的也 感覺也是有道理 可是因為我自己還是覺得 可能自亂是要用重點這樣子 所以如果死刑真的廢屬的話 我個人還是對於犯罪者 到底能不能真的受到制裁 這一點就是有一點疑慮這樣 我覺得不難費死刑 對啊 就不然做壞事的人 他得不到處罰 他就只會更猖狂 如果今天這個候選人 他是挺費死的話 會影響到你的投票意志嗎 我覺得有可能 執行死刑 為什麼 因為之前會討論Face 其實大部分是 因為可能早年 蠻多冤案的 然後那時候可能在 不管是 判決或什麼 其實就是蠻多可能警政 他們有一些背後的原因或關係 對 所以必須要趕快處決或什麼 但是因為現在已經很多就是科技執法 或是一些證據啊 甚至之前可能沒有什麼指紋 現在有什麼指紋的這種辯證 還有監視器等等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 蠻多時候這些死刑犯 或是被判決成死刑的人 是罪證確鑿 所以我覺得 對於執行死刑這件事情沒有什麼疑問 那如果說有一些人權組織 或是人權團體 他們想要去捍衛一些人權的權益啊 或什麼 其實大部分 都 還是沒辦法去說服說 為什麼他們殺的人卻 嗯 不用付出代價 對 不用付出適合代價 以及他們可能在牢裡面 判處那種無企圖刑或什麼 其實都是在消耗納稅人的錢 那些錢其實可以用在更有意義的地方 嗯 所以我覺得 可能執行死刑 對這個社會 也有就是殺雞儆猴的效果 你支持FACE嗎 這一次的問題簡單粗暴 所以我們聽到大部分的聲音 給我們的反饋 也相當的直接 當然絕大多數人都是希望 可以繼續執行死刑 因為他們認為 這亂事還是要用重點 即便他們對於台灣的目前社會安全 算是稍微有把握的 但他們更擔心的是一旦 廢除了死刑之後 沒有這個罪名在 有沒有可能會導致犯罪率大幅的提升 而我們也要特別引用一個數字 是來自於TPOC 台灣議題研究中心 FACE的負面聲量高達4.8萬則 直逼到了5萬 那正面聲量卻只有3000多則 等於負聲量超越正聲量12倍 在街頭確實也是如此 他們更正告 希望大法官可以好好的聽聽看 主流民意 大家的意識 現在都是希望能夠繼續執行死刑 因為不管從情感層面 又或者對未來的憂慮 恐怕都是要執行死刑 才能夠做到位 你是這樣認為嗎 歡迎幫我們多多分享出去 也幫我們多多留言 感謝你超越高雲上新聞台 我們再會囉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2 2 2 3 4 4 5 6